这是陈起珍跟钟晨虎 他的老板的故事 钟晨虎后来还签了好几个创作歌手 包括了卢广仲 那在过去好几届的金曲奖 金曲奖现在结束了 但是很多人忘记 很多一些点点滴滴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 金曲奖有几次呢 就是surprise 给大家很大的吃惊 你觉得当张学友的名字放上去 其他的人还需要跟他比赛吗 结果最后得奖的始成解年 然后蔡建雅 她现在被公认是最会唱歌的女歌后之一了 可是有一年 她碰到了一位对手 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 季晓军 结果季晓军击败了蔡建雅 好吧 周杰伦 周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电影配乐 那时候周杰伦可是连续两年 从他的青花词到道乡 都得到了最佳年度歌曲奖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的秘密 当然电影最佳配乐 得主是周杰伦吧 结果上台领奖的是李新云 他是Tuscany 我想起你 同时是电影练习曲的电影配乐 那时候我跟他是老朋友了 他跟我说 打败周杰伦 这个太难了 我设计是周杰伦 我设计是周杰伦的电影配乐 dodandakaran tamangkari puna puna 有人说 他的歌声被高山 海洋与草原滋养 他的血液 留着古老族人的欣喜 悲伤与勇敢 samiga 是季晓君悲男族母语的名字 意思是独一无二 就如他的天籁女生 他不ata 不可能 他这个奈永 VS不考 scripture 他不可能 他是達 в足 他不可能 但是 그렇게 借小居正上他发迹的金曲奖舞台 以纯熟的悲难族谋语演唱 空灵嗓音像是在无际的草原上奔驰 这首原著名曲风 让他异曲拿下2000年第11届的新人奖 那一年他打败了后来得到 三座金曲歌后的蔡建雅 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入围的有 金曲奖关于长江后浪推 强浪的惊喜从没停过 借小军得奖的同一年 摊开金曲奖名单 大家都以为最佳男演唱人 理所当然是张学友 要不然陶哲 王力宏 于成庆 这四个天王里总有一个得奖 最佳国语男演唱人 陈建宁 赞 王力宏 于成庆 远着在晴空万里的这一天 我陪着吊杆 独自走到了东海岸 盛阳在海边 享受大自然的气息 忘却所有地方有心情放得好轻松 一直到颁奖的那一刻 还有很多人在问 陈建宁是谁 第十一届的金曲业 就这样在多数媒体的惊呼声中 走进了历史 从这一晚开始 大家才发现 这位来自台东的警察 他的音乐 让人回归到最原始的纯粹 谁知道 我的天天 舞台区很久 没有进了你 在国家戏剧院获得空前成功 陈建年在安口曲上影行高歌 帮很久编曲的是一位 长相甜美的女孩李星云 2008年的青曲奖 也上演了大惊奇 他以托斯卡尼我想你 打败了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得到演奏类最佳专辑奖 知名电影练习曲 也是他的配乐創作 电影画面上自行车的轮子不断转动 山与海像行走的步景 祝福着主角的练习人生 观众不自觉在李星云的配乐中 跌入自由的异想世界 这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舞台 他给老将也给新人 音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惊喜 音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惊喜